佔全球經濟比重將會由現時的1,7% 跃升至2030年的2,8% 最快在2016年就會取代美國成為最大經濟體 另一新興經濟體印度受惠於人口膨脹等因素 佔全球經濟比重也將會在50年內 由7%大幅增加至1,8% 這兩個亞洲巨頭國內生產總值加起來 將會在十幾年後多博世界七大工業國集團 甚至在2060年會是美國、歐元區和日本總經濟規模的一倍半 不過發展組織同時指出 中國未來將面對人口怒化的挑戰 令到經濟增長加添壓力 建議中國應該重點生產高增值產品 並且在力改善社會福利和安全 無線電視記者一網搶輔導 中國自主研製最先進駕無人機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